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蒂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眼睛被视为灵魂之窗 你可曾想过 如若有一天 你再也不能欣赏着世界的美丽风景 那会是怎样茫然无助的感受 母亲凯特准备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这里 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临走前 凯特再三叮嘱 两个孩子 出了房间之后 无论如何都不能摘掉眼罩 如果摘掉眼罩就会死亡 一切都只能用耳朵去听 一家三口随即开始收拾东西 凯特还带上了两只小鸟 三人用布条把眼睛蒙了起来 凯特带着两个孩子 顺着绳子走到了河边 把事先准备好的小船拖了出来 随后三人乘船沿着水路 向安全的地方划去 故事回到五年前 那时的凯特刚刚怀孕 不过电视新闻里已经开始报道 世界各地都有人莫名的自杀 好像被未知生物控制了一样 凯特和闺蜜没有当回事 觉得还没有到自己的国家 几个月以后 凯特来到医院 给胎儿做检查 在走廊上 发现了一个女的 不停地用头部撞击玻璃 人们拉都拉不住 她心里一惊 赶紧下楼去找闺蜜 告诉闺蜜 快走 这里的人开始被感染了 两人开着车来到了街上 大街上已经一片混乱 没会儿 闺蜜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样 静时把汽车撞向了另一辆汽车 车子瞬间翻了过去 闺蜜从车里爬出来 走到公路中间 被一辆大货车直接撞死 凯特艰难地爬出了车厢 眼睁睁看着闺蜜自杀了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 凯特实在难以接受 自己看到的一切 随后 一个女子看到怀孕的凯特 就走上前去 施以援手 没想到 女子瞬间被感染 直接走进了燃烧的汽车 这些也太诡异了吧 凯特被路人撞倒在地 一个男子扶起了她 告诉她 不要看向天空 随后几个人来到一座房子里躲避 大家都在争论 外面的诡异现象 凯特想用手机给家人打个电话 可是没有信号 晚上凯特正在睡觉时 一个黑影从窗前一闪而过 镜头一转 回到小船上 此时 他们已经在河里漂流了六个小时 两个孩子都睡觉了 凯特就用一个毯子 连自己一起遮起来 随后就用无线电呼救着 希望幸存的人能够听到 试了很久 还是没人回应 没会儿 她带着小鸟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开始叽叽喳喳 凯特下意识地俯下身子 小船就随波逐流 他们已经在船上待了14个小时 此时大雾弥漫 只听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大喊 这里已经安全了 可以摘下眼罩了 但是凯特很是警惕 让孩子们都趴下 自己掏出枪 向着周围 随便开了两枪 突然一个猛眼的男子 抓住了凯特 想要弄到他的眼罩 凯特慌乱中 摸到了小船里放的刀 对着前方 就是一顿乱砍 男子倒在了河里 凯特赶紧划船离去 再次进入回忆里 他们被困在房子里 已经三天了 食物越来越少 大家就商量着 出去弄点吃的 可是所有人都很害怕 外边的不祥之物 看不见摸不着的 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就在这时 房门响起 大家都很警觉 一个老头不让开门 凯特就拿起枪 让老头站在一边 一个男子开了门 大家慌忙 把眼睛都悟了起来 走进门的是一个孕妇 由于家里没有食物了 就出来找东西吃 不能饿着肚子里的孩子呀 有人就建议看一下监控 兴许能发现 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大家为了安全起见 就把一个男子 绑在椅子上 随后监控视频被打开 刚开始还没事 没过多久 大家就听到监控室有动静 跑上去一看 被绑的男子 疯了一样 掀翻了桌子 最后撞死在了墙上 这个办法不行 就要另想办法 不过 首要任务 依旧是寻找食物 众人商议过后 决定开着汽车 去超市找吃的 他们把车窗全部遮挡起来 让导航带着他们去超市 一路上虽然出了一点小状况 但是还好安全进了超市 几个人看到超市的食物 高兴的一边吃 一边往购物车里装 凯克这时看到了 超市笼子里的小鸟 就把小鸟带走了 老头觉得 超市里的食物 足够大家吃一年了 干脆就住在超市算了 大家都对老头的自私 嗤之以鼻 正说着呢 超市的一个仓库有动静 原来是超市的一个员工 被困在里面 大家就准备开门 把他放出来 可是刚打开门 就感觉不对劲 但是那个员工又胖又高 眼看就要挤出来时 一个男子舍身为大家 直接冲向胖子 大家关上门的同时 把男子也关了进去 没一会儿 从门缝里流出一滩血 男子被胖子杀掉了 大家看情况不对劲 就赶紧推着食物 上车回去了 有了食物 大家可以安心一阵子 没想到人心隔肚皮 一对小情侣 悄悄地偷走了汽车 在这样的环境下 大家崩提有多气愤了 回到船上 凯特漫无目的地划着船 一下撞上了河里的一辆大卡车 儿子一下掉进了河里 凯特连忙拽进了儿子 但是衣物和毯子被河水冲走了 不得已凯特把船靠了岸边 让两个孩子待在船上别动 自己带上绳子 去寻找衣物和吃的 凯特摸索着来到一间房屋 拿了需要的东西就准备离开 不想门口一个黑影闪过 吓得他赶紧戴上眼罩冲出房间 摸着绳子到了船上 谁知 女儿把另一根绳子 绑在自己身上出去找他了 凯特拽着绳子 把女儿拉了回来 生气地骂了女儿 女儿没敢出声 凯特接着回忆 某一天 门外又来了一个避难者 孕妇想都没想 就把敲门的男子杰克放了进来 大家都对他的鲁莽有些生气 不过 看着杰克说话还算正常 就留下了他 杰克告诉他们 精神病院的人对感染免疫 根本就不需要遮住眼睛 他们到处杀正常的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 杰克将会给他们带来 什么样的灾难 孕妇和凯特 几乎是同时要生了 两人来到楼上 一个老妇人照顾着两人生产 此时的杰克 看大家都在忙于照看 刚出生的小孩 就偷偷把遮挡窗户的纸 撕了下来 大卫下楼发现后 被杰克打晕了 杰克上楼 把楼上的窗户纸也给撕了 孕妇看到外面 一瞬间被感染了 凯特抢下他怀中的孩子 孕妇随即就从窗户撬了下去 大家都不敢睁眼 杰克就硬是把老妇人的眼睛剥开 紧跟着老妇人也自杀了 老头拿着枪上楼找杰克 被杰克一把推了下去 之前被杰克打晕的大卫 此时醒了过来 不愧是当过兵的人 两下就结果了杰克 救了凯特和两个小孩 时间来到五年后 两个孩子也长大了 凯特有时间就训练他们的听力 大卫和凯特也走到了一起 此时他们的呼叫有了回应 大卫觉得还是值得一试 凯特为了一家人的安全 不同意贸然前去 两人还大吵了一架 这天一家人来到一座房子里 不巧碰到了一群神经病人 大卫就让凯特带着两个孩子先走 自己留下来收拾外边的人 大卫也是拼了 连续解决了几个人 最后一个人寻着绳子去找凯特他们 大卫就拽下了眼罩 在被感染的最后一刻杀死了那个人 此时他们在船上已经度过了42个小时 来到了河流湍急的地方 必须有人睁开眼睛看路才行 不然三人都有可能会淹死 凯特看了看女儿 想起了孕妇临终前的托付 再看看儿子 想起了大卫对自己的信任 最后凯特干脆谁也不让看了 听天由命吧 小船在湍急的水流中轻翻 还好三人命大 上了岸 他们寻着小鸟的叫声向前走去 路上他们被未知生物迷惑 还是凭借凯特的勇气冲出迷雾 总算找到一所房子 进去后发现这是一所盲人学校 很多人都在这里幸福地生活 凯特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没有让大卫白死 故事结束 其实原著的结局更加黑暗 和让人毛骨悚然 他们到盲人学校以后 凯特逐渐发现很多盲人 其实他们的眼睛都是被故意刺瞎 或者是挖掉来预防灵体的入侵 他怀疑自己和两个孩子 可能要被人强制弄下 不过导演说 自己拍这部片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积极的充满希望的结局 是值得一赞的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